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有文化背景的这样的公司 我们坚持博大精神价值共产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 坚持为我们客户 为我们供应商 为我们股东 为我们员工 为我们社会 创造价值与财富 作为一个机械公司它是非常需要有技术各方面的沉淀 虽然我们是一个深远的公司 但是从我开始 从我的副总统 从我的技术 都是这整个中国 甚至香港 地区最有经验 最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子的一帮 一种有梦想的人所组成的队伍 那么我们在文化的过程中间 我们坚持了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文化传统坚持就是用孔子的这种精神 用人 用人与理智性这样子的做人做事 希望我们的每位我们打交道过的朋友 都能够分享到这样子的一种做人的一种道德的一种快乐 和这一种成果 所以我们公司也是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最稳定 发展速度也是最快 应该来说为人口碑也是最好的 我们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个针对全球的销售 所以我们的销售团队 全部分布在全球各个卫视 比如说在那个东南亚 中东 南北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代理 还有我们的销售点 这个我归纳的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这个第一的话就是这个公司一直坚持这个技术创新 在这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在科链清费上就有一个充足的保证 在开发的队伍上我们每年都在不但的这个培养和扩充 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公司的这个特别注重团队建设 一致密这几年能有快速的发展 得益一点我们一条线 每个体系每个部门都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团队 在我管理的这个生涯之中 我特别强调这个团队的建设和团队在组织中的作用 如果某一个员工在这个过分的强调 个人在组织中起作决定性的作用 或者是在超越组织之上的这个作用 这一点我是不能够接受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更重要的最重要的都是 这个坚持抓产品质量 这个产品质量那样的话 因为我是技术出身 我是考技术出身 这个广国技术广国生产 所以对技术对产品质量我是情有多重 能够做得住 这个仔细的去思考 怎么做好管理 怎么做好品质 这两年来的话 我们推行了产品的零切线工程 零切线工程 实施了解这个做精品 创品牌的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 坚持推行下来的话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于创新和改变自己原先一些习惯性的工作 那我们会不断地去关注到产品细节上面的一个机加工的提升 研发上面对于流到对我们生产的 对于我们研发上面的一些改进 还有在服务上面会更强调全球化的服务和24小时的全方位的服务 那我们有一个服务的概念叫360度全方位和全天候的服务 也是希望从过一个星期七天和24小时 都能让客户接触到我们 能让我们为客户提供最好和最快捷的服务 我们最注重的是技术上的改进 我们也非常的想为客户的市场和客户的生产过程当中 遇到的难题去帮助它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客户的市场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基础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广告语叫做致力于创造客户价值 那相信客户的价值点是我们帮助它成就 也是体现我们自己价值点的最好地方 在内部最重是可能我们会非常强调学习 还有创新训练 对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来讲和每一位领导来讲 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去学习 改进自己然后改变自己去创造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细小的改变和创新 都会对这个公司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非常保持这种状态去做工作 那同样的呢 我们也希望是我们的这一种简单的努力和坚持 能够为客户为市场带来一些有价值性的产品和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